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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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先生 歡迎你來到港產導讀的第十集 今集就請來一個友好頻道 16比9過來call over 假裝朋友 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16比9的其中一位導演阿斜 我是參與16比9的其中一位研究員阿岩 今集就約了很久了 是 很多意外 終於今天就拍攝給我港產導讀了 方丈都坐在那裡 對呀 扮朋友 保持著扮朋友 同16比9 保持著扮朋友 大家看到這個 combination就知道了 這一集就是一個 跟Ronnie那集差不多的 就是一個眾籌計劃 在未講眾籌計劃之前 我們就跟阿斜他們聊一聊 我講一講 我自己一開始 對於16比9的第一個印象 因為在一年之前 就突然間方丈就發了一個channel給我 他說 喂 有個這樣的channel 拍了第一集出來的 那我就看了 然後 喂 他這群人不是打算拍YouTube的 哈哈 那個感覺是 跟YouTube看到的網片 或者短片 都很不一樣的風格 然後 我看完就覺得很特別 那就馬上subscribe 然後就一直看著你們一年 出了很多個mini series 劇 為什麼會有16比9這個channel的誕生呢 16比9 最初就是我們叫我們 就是我們一位朋友 叫Jason 我們都叫他做我們的sponsor 因為很多 他叫做我們的出品人 就是支持著我們的運作 Jason 我 Ivan 我們三個坐下 因為其他的一些project 認識到 然後Jason就想搞一個channel 我們三個不約而同 也有一個共同的喜好 就是電影 然後我和Ivan就找來一班 因為我和Ivan就是2018年讀導演班式的 過往你的港產導讀 那些很多都是我們的老師 我們就找了一班同學 然後就 其實就是現在16比9的幕後 然後我們拍學生作品的時候 也都認識到一班幕前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五位幕前 Will、Elma、小玲、Aaron和Yoyo 然後就形成了這個團體 我想我的主題都是圍繞電影 好像鄭先生那樣 因為這一年一路看來 我是很好奇你們去誕生一些project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思路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要創作一些劇目 即是劇集 你放在Youtube 還要是這樣的 一路去到一個結局 開頭為何會以這個形式來拍呢? 我想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創作周期很慢 就是我們每一位都是 因為我們首先是偏向 我們不太懂得抓一些現在流行什麼 一些時事性質的東西 我們不太懂得抓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的作品偏向 例如Louise 我知道Sam先生也很喜歡Louise 是陽晴導演的 他是一個他之前有的idea 所以他也是會寫一些比較個人的東西 又或者可能我講我的那些 就是fine dining 就是我拍的 我上年就結了婚 都是一些個人情感比較重的作品 所以如果你說靈感是怎樣 大概就是大家的生活 或者看那期接觸什麼 就是fine dining 我當時很喜歡看那些拍切菜 拍煎牛扒 那些很短的三分鐘的影片 教你煮菜 對 不是教你煮菜 但是拍得很漂亮 對 有一點像ASMR 很自願那種 林仔你結婚很大壓力 對 你看fine dining的故事 對 你就會想一下車經歷了什麼 對 那我就覺得 不如用煮食來講一段婚姻的關係 對 所以都會是源於自己的生活 經驗 經歷 就是我們一班導演 而這樣來有這些idea 沒有 其實16比9很有趣 當初看了頭幾個series之後 我就覺得這班人應該要是很有錢 要是瘋的 對 因為其實最恐怖的是 不會用這個質素來拍YouTube影片 相信我 今天他們 補不回來 他們兩個就看了我們的 Crew 究竟是怎樣 Crew就是我 然後那部機器就很土炮 幾部相機 你看得出他們追求的質素 不是純粹說我要拍一些vlog 甚至於劇情片方面 他們都會追求的質素 可能你們本身去讀影班 那你們就會學得很正統的製作手法 或者計劃 那好了 到了你們現在慢慢慢慢發展 你覺得這麼多個series來講 你們的project team 這樣run法 會不會令到大家 風格上很難去觸摸 我想回應我第一件事 就是有錢那件事 這個我也想了很久 因為 你看上去好像很有 是 因為我又講一些友好頻道 就是 我記得最近看了風美股肥想塗毒室 然後 風美股肥也是友好頻道 任合 就是任合 他喝了少許酒 就說16比9拍D很有錢 我又想 你已經澄清了 我已經給你澄清了 我們五個series 五個劇集加起來 是不及一集view的劇集 其實如果 因為我自己覺得 如果就這樣用很有錢 或者看起來很有錢 就抹殺了 可能當中製片 或者監製的能力 就是好像 化腹瘤為神奇的能力 就是好像 如果看 例如 Find Dining 它主要都是一個場景發生 我們會去找那個場景 其實他給我們拍兩天 之所以會選擇那個場景 就是他拍兩天 所有器材 那些美術東西 可以留在那個場景 那就省了兩個來回的車錢 就是很多這些細數 又或者 例如這個場地 都是我們友好的 阿John 的 Villa Tattoo Gallery 那大家會看到 我們Saint Street 也在這裏 我們 《賭破法蘭特》 番外編 和其他頻道 collab的影片 也在這裏 那都是 我覺得是 不要低估我們借場地的能力 有例如 Louise很漂亮的那個cafe 就是Andra Yuen 和Will 見面的那個cafe 都是陽情看完很喜歡 之後我就走去聊 然後因為我們的定位 恰巧 我們有未去到 一些大頻道 那麼多人看 那如果我們有些大頻道 他們就一定來 跟我們收錢 那我們又 只有幾千view 就是扶貧計劃 對 那方向就是 會不會可以當是 有些少少可以 都被人看到的場地 就是 逃給我們 就是我們會在這個 approach 所以其實我們 大部分場地 都是 會盡量借到那些 這樣 那麼 對 這個就是回應 很有錢的那件事 其實我當然 認識了你們 知道不是那回事 但是我都要 給你一個問題 你幫忙 對 其實我們crew 又不是那麼多人 就是我們長期 機同燈都是三個人 就是Ryan 一個幫助他 就是我們拍劇情 然後我們燈光師 有一個 然後美術和服裝 就是一兩個 我想說 現在拍劇 都是差不多 也是 我聽過很多 就是我聽過很多 就是拍劇 都是差不多 就是整理完 就差不多了 按一部機 都是這樣 所以大家不要誤解 其實做YouTube的人 很多 尤其是 你來來去去 看到幾個人的頻道 其實不會有錢 可以去哪 大家不要誤解 其實那種 我挺欣賞那種傻 真的 因為不是傻的 你不會這樣拍 不會瘋 不會瘋不講藝術的 對 講藝術那些才是瘋的 我做港文 我很記得 我做任何演員 任何訪問人 每個人都看見我 擺三個鏡頭的時候 他就說 你幹什麼 你是不是瘋的 你是不是認識錯了我 這個朋友 因為這件事 是我一開始提出的 我去敲電話 他就跟他說 拍這些東西 不可以只有一機 不是 我很怕麻煩人的 所以我就 不如你幫我看著那個機 就可以了 然後他就揹了一大堆東西 幫你設定 然後做三部機 這個跟我們完全相反 我們就是完全不怕麻煩人 我們去哪裏都借到哪裏 我們所有 crew都 underpay或者沒有pay 這個我就 要看大家 如果覺得一些作品好 隨緣落作 做不同channel的會員 認真的 因為我老實說 我自己做了四年 現在都是做了一年 我做了四年 到現在我不可以說 叫做收支屏 只是買一些器材 都已經花不少 我只是說港產道道訪問這一部分 我只是買個套路 mic 都用了2700 我想我拍十集都回不了 而且很多人看不到時間的付出 其實是最貴的 你做一條 例如你出了蝙蝠及影評 你又要找很多素材 即片的素材 逐條看 你又要寫稿 其實你可能花整個禮拜 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做不到其他事情 就是為了出那一條影片 所以時間成本才是最高 我昨天吃過也有說 我們花了十天 出蝙蝠及這一套影評 十天 整整十天 以前不覺得 因為他現在搬到我的studio 一起工作 他之前經常問 你為何不早點出 我現在就覺得 他還有很多graphic 因為全部要自己畫 我做graphic做了一天 不是 我做了可能 只是接生意 給製作團隊做的 我不食人間煙火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在這裏要道歉 其實如果你說十六比九 你會見到有必於其他頻道 我也不會說其他頻道好 但在追求Quality上 或者Storytelling上 他們是比較特別的 是會突出很多 所以在接下來 受個比較 除了我們一會兒的project之外 會不會有其他事情 可以透露一點點給他們聽 有沒有發展方向 我們仍然希望 因為我們一班導演 都是特別喜歡拍劇集 我今年會 我又不想戴頭盔 我就說會 會拍陳凱玲和Hannah 大佬宇小 他會有個劇集 接下來已經拍了一些會出的 就是我們以往一直都是連續劇 可能除了暗格是單元劇 單元劇我們接下來會出多一個 其實已經出了一集 就是《逃離王大仙》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 以香港正在消失的東西為題 會有暫時四條 作為一個短片集的劇情片 剛剛出的集是《Kingston》 我挺喜歡這個 《Kingston》的集別作 他去了英國 不開心 我挺喜歡幾個系列 因為比較切身一點 如果你比起一般觀眾 要認識你們的時候 可能這個切入點就很適合 阿葉作為演員 你怎麼看《十六比九》 他都是暗格的常態 我覺得 因為很多時候 剛剛大家不是說 拍網影片 或者YouTube影片 不會這樣 我其實都想了很久 到底這個頻道 最初我們去參與 第一個項目就是 演員的自我修養 然後剛剛有暗格 到底拍的這個影片 是什麼 我應該對待它 好像是一個電影的拍法 例如在演員的演繹上 有時你會怕 我會不會太正劇去演了它 也會不會太… 表演狀態不太適合 那件事 所以我都想了很久 到底那些影片 是什麼定位 或者是什麼 我自己覺得 看《十六比九》的作品 它很多時候都是 特別題材上面 我覺得我自己很喜歡的就是 因為我很怕 一套電影的題材 是跟紀錄片沒有分別的 我的意思是 我沒有冒犯的成分 但是我覺得有很多 在我的角度來說 我們看一個作品 或者看電影 是要有一定的距離 就是觀眾和那件事的… 和現實的距離 是有一點差距的 我們才有想像的空間 還有可以代入 或者覺得有一定的距離 去審視這件事 那我覺得其實《十六比九》 不斷地是 將現在我們可能社會 覺得某些事情的 秩序或者關係 用了一個距離遠一點的故事 去講這些情況 那就變了 其實我在演的過程 我是覺得很過癮 因為一來不用 紀錄片式的演一個戲 另外我自己覺得 本身在題材上 很多事情都… 自己已經會覺得很新鮮 和很開心 例如看《十六比九》 剛剛說的暗格 大家是否期望他在那裡鬼片 又或者是否恐怖片 他又不是 但他表演的手法 一個一個去做 我本身演的時候 其實我毫無頭緒 即是怎樣演 我要做些什麼 但我看回第一集 我原來是這樣的 而且觀眾也有給予很多 資訊給你看看 我原來這樣看 又會有另一種表演手法 我覺得相對上 有很多不同 我們可能會少些接觸 或者我自己會少些接觸的 一些表演方法和提材 我想回應他 演員或者 crew 比較應該當作是什麼一回事 我覺得絕對不要當作是電影 或者電視劇 可以當作是網片 但我覺得最準確的是 你當作是學生作品 真的嗎? 即是無數這麼多條FIP 是嗎? 是的 首先我覺得 因為我們從來都 至少我們幕後 我們幕前當然是很專業的演員 但我對自己說 因為我們幕後這班 從來都沒有真正入行 而我們都是學生 crew 一起上導演班 去做這件事 所以 但學生作品又不是一個貶儀 因為學生作品 首先世界上很多很厲害的學生作品 而學生作品 其實創作是最沒有包袱的 十六比九的創作品 相對來說沒有包袱 沒有這麼多習慣 是的 還有 除了窮之外 沒有什麼限制 沒有什麼限制 其實這也是很難得的事情 因為香港很多拍攝 是窮之餘 還有很多限制 所以 變成我們唯一的限制 就是金錢之外 其實我們的創作是完全可以很忠於自己 除了錢的框架 所以 我也想回應你 因為 我有很多時間 之前 我想這幾年拍了很多學生的作品 然後去做的時候 因為大家經常會覺得學生作品的特質有幾樣 第一 就是很experimental 你為什麼要試一些這樣的東西 或者相對比較大膽 第二 就覺得可能 製作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他們相對上 可能做一些不太成熟的事情 即是一些商業上不會做的選擇 即是可能就算一些很簡單的場合 會拍到天花龍鳳 或者試很多東西 但是你這樣說 我突然想說 我之前看West Anderson 突然有一陣子很迷 蟹蟹都看他的戲 然後人家說West Anderson拍戲 就好像是 他從來都沒有看過戲 但他看了很多關於 What is movie 的theory 然後他拍了 他一系列這樣的戲 即是大家覺得West Anderson的戲很有風格 我自己經常覺得 去看 我們經常講學生作品 或者人家 現在有一些人拍出來的東西 是一些學生做的東西 其實裏面有很強的一種就是 因為他沒有框框 他沒有一些 社會已經定好了 說一定要這樣拍的框框 所以相對上反而 我自己會覺得 會驚訝 或者會有很多一些東西 在醞釀中 即是這個是 我覺得 好的學生作品的方向 因為在我的角度 我聽到你們說 學生作品這個 雖然你說 No offense 都好 我覺得是 未足以形容到你們的製作 因為 在我的角度 就是 你們還保持到 學生作品的心態 但其實你們製作上 或者考試上 或者劇本上 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 演化 或者已經去到一個 我覺得有一個水平的地方 那麼那個分別 就不是 你一句 學生作品 可以概括到 塑膠的作品 我自己覺得 因為實驗性 是有的 還保持到 很有實驗性 也都 很能夠 展現到導演 或者編劇自己想說的 我早陣子 忘記了 跟方丈談 還是跟會員談 就是 我發覺很多 project 或者香港的 一些 電影出版也好 劇集出版也好 很多時候 就是那種 被人牽制著的感覺 就是明明 他的風格可以去到很準 但有些 某些力量 某些東西 令到他要收一收 收到一個 他去到盡 又不夠盡 你玩那樣題材 又玩得不漂亮 然後就 跨在那個位置 然後就出了街 有時候 導演都很無奈地 就是我訪問 很多導演 他們都會說 就是有些位 他一定要這樣 去做一些取捨 其實無可可否認的是 商業層面上 有這些框架 或者 一些製罩 我自己覺得 其實網片都有框架 坦白說 觀眾喜不喜歡 有公式 有公式 我們都開始有做這些 我知道 我知道 有留意 因為 我深感受 你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 我看MXG 我覺得是劇集 我不會當他是FIP的感覺去看 我覺得已經是 會慢慢成熟的 因為十五比九 我很喜歡 一個位置 就是他 卡樂算是 在這個平台上面 正在成長 又一直在成長 然後一路會有 一些不同演員的 不同的面向 給大家看到 因為現在這個年頭 做演員 大家都知道 很困難 演員也好 導演也好 不是很多機會 可能一年都沒有 一兩個作品出來 然後很快 人家就會慢慢 忘記也好 或者忘記了 你能夠做到些什麼 都好 當你Hit中了一步 然後 去 有一個 成功的角色也好 很多演員都會 這個角色 就無限被人 做十年 都是玩這個 其實很困難的 所以我說 這個平台 這個頻道 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 你們試 過來試 然後這些演員的 不同的面向 又在你們 比較沒有框架的 劇本下 表現出來 其實我覺得卡樂算是 為了這個行業 不要說 說到什麼 為了一班 有夢想的人 或者有一些 黑 有火的人 或者不想遵循 主流道路的演員 或者導演 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自己覺得 好啊 剛才也說了 就是 你會用學生 叫阿葉 就用學生作品的心態去迎接十六比九的作品 我們現在十六比九 其實看了三千三頻道 我想很多人都會認識十六比九 因為我們也是很暗沉 不斷說你們的影片 但有讚有彈的 我就不是跨跨群 也是的 因為一開始我是比較官網性 不是跨跨群的 是的 我們現在認識一下阿葉 阿葉我初初認識 我記得我們那天看完《Batman》 我就跟你說 其實我有留意 發揚黑兩位男演員的其他作品 那阿葉我是看一條條性 我是看一條條性 然後 看到這個演員 你在這個演員生涯 說到這個好像做了很多年 哈哈 一年都是生涯 兩年都是生涯 你又覺得你做演員的心態 或者你 為何我是一個演員 或者你怎樣去 study 自己演員的能力 那件事 其實可以說回一點條條性 因為在條條性之前 我是完全沒有拍過任何東西 那時候全部都是舞台劇 而舞台劇 因為我中學開始都有做的 但那時候戲劇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就是不存在技巧這件事 我只會覺得我正在娛樂 大家 我令他笑 我英俊就是了 你不要管了 還要不是 好 然後大聲就可以了 一路去到大學的時候 真的入了一個劇社 然後 然後大家為什麼來 我要做些甚麼 theatre exercise 然後又入了一個空間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很多不同的戲劇的練習 然後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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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你又怎樣 然後我就會開始演出原來戲劇是有技巧的 然後剛好我那時的大學同學 就去了調調庭幫忙做 忘記是PA還是輔導 然後就說不如你來Casting 我說好吧 我還記得正常我們Casting 要傳一些COME卡有照片 坦白說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靠外表去工作的人 坦白說 所以那些照片很噁心地傳過去 然後完全沒有這些概念 然後在那時開始 跌跌碰碰就開始了演戲 其實我中間有學過一些 跟過一些不同的老師去學習 我心目中演員的心態就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演戲是craftmanship來的 即是它絕對是一種技術來的 而我在過往這幾年不斷嘗試在一些不同的作品 雖然我不是很多被人看到的作品 即是很多學生作品或者舞台劇去磨練這些 所有的craft是甚麼 即是演戲的技術是甚麼 但我亦都是近來特別有遇到一些前輩 以及我生活上的一些遭遇 即是有些親人離開了 以及在疫情逼著不能開工 我才慢慢理解原來演員除了要 所謂的技術上 我所謂的技術上 我所謂的技術上 我怎樣去處理tension 怎樣處理level change 一堆這樣的東西之外 原來是 我真的要對世界有一種同理心 我去理解一個人到底為何會做一個某的選擇 我去思考所謂的角色為何要做每一個這樣的決定 它會令到我原來做事不是純粹講技巧 我要對世界有看法 或者我要開始理解世界 所以我越演就越覺得自己 原來還有很大的距離去理解甚麼是表演 即是表演的狀態 你說接下來其實Hasel比較好 因為實際上因為它很experimental 我亦都可以好像打正的旗號給自己 讓我試一下一些最近學到的東西 或者最近覺得演戲是這樣的 我去試一試 那就慢慢累積 說了裡面我覺得很重點 觀察 我覺得十六比九的作品和演員 給別人感覺到就是 比起其他可能在演戲上面 你們是比較多觀察的 即是你說你不懂得觸好時下的 那些trending的 topic 但其實你們都是cash 你們有觀察到世界其實是轉變 或者在觀念上面 所以怎樣去欺負觀眾 其實都有的 不過不是玩一些很trend的 topic 所以不用太擔心 還未被人發現 可能是 或者問一下阿車 問一下阿車 原本你 做甚麼好人好姐 入部演班之前 你都要有一個契機 我為何要喜歡做電影 做甚麼好人好姐做電影 對 這個問題 我想是 我大學 首先都是 我在多倫多 駕駛兩個小時車 有一個叫滑鐵路 Waterloo的城市鎮 其實那裏讀大學 因為很多香港人 會出去讀大學 即是去加拿大 那時候就有一個廣東話的劇社 都是舞台劇 那時候很柴嘩嘩 寫了和 導了兩套舞台劇 我想是 那時候算是 用故事去 講故事的啟蒙 然後 出來工作 做了幾年銀行 因為多倫多 有一個很厲害的電影節 就是Tiff 多倫多國際電影節 基本上是奧斯卡巡禮的第一站 每年 美國 因為 有work-life balance 就是加拿大工作 所以就很空閒了 可以不斷看電影 每年都會去Tiff那裏朝聖 所以我是來得很遲的 電影那個啟蒙 然後我最近又看了另一個導演 也是來得很遲的 而我也挺驚訝的 那個是Tai Ka YTT 他好像是去到二十幾三十歲 他才有這個電影的啟蒙 才去拍攝 然後他就拍了 他不斷參加那些四十八小時 那些拍攝比賽 然後就有一次就拍了一條短片 然後就拿了奧斯卡短片獎出來 對 突然間就帶這個點 所以其實都可以 還有那時候還要 在Tiffel看了一套 是Tom Ford的第二套電影 叫做Nocturnal Animals 香港好像逆夜行動物一樣 然後就看到 因為他是一個Faction Designer 當然都是一種art form 當然你都可以畫 但其實跟電影都幾不同 那時候就會有個幻想 其實是不是做那一行都可以試試拍攝 之後就自己找了大學劇社的時候 都喜歡戲劇的一班同學 拍了一兩條短片 然後就丟過來導演版 即是香港電影導演會的導演版 然後就入組 這樣開始了 那你簡直就是 譬如別人之後訪問 或者你的Title就會是放棄銀行 高薪後職 做導演的一位 放棄安穩工作 但現在看到我做銀行 是這些 但其實是好玩的 因為你剛才說到電影 說你們是學生作品 其實我是覺得創意是怎樣來的 創意是來自沒有錢 因為你沒有了預算 可能有很多POPs 或是在場景上 就無法完成的時候 那你就要有創意 有幻想去彌補那件事 當然不是說有錢拍攝 就沒有創意 有越多錢拍攝 創意就可以越好 所以大家記住課金 所以我覺得這個限制 學生作品 你剛才說到的實驗性 其實我覺得好玩 因為我早上一個星期 我工作室外面 有一班BU的學生 拍FYP 我在他們後面吃了差不多半盒煙 因為我卷煙 我一直在看 我整天沒有工作 一直在看 我覺得這件事很青春 很開心 你能看到他們是清潔的 沒有經驗 但你又覺得很棒 例如副導演會不記得演員 剛才有沒有穿外套 然後我走過去提他 他沒有穿外套 我覺得是好玩的 我們都有這些 好玩在就是 你看到一班很純粹 喜歡戲劇 喜歡製作 喜歡用畫面講故事的人 然後一起去玩 我覺得這班 差不多像同鄉會 創意小組 其實創造出來的東西 可以是很添碼 可以是很有玩味 所以我是很喜歡暗格 我想說我真的很喜歡暗格 我每一集都看 當然有些我是覺得不好 但有些我覺得很棒 真的很棒 暗格是一個 沒有辦法 Experimental的作品 一定會有些位置你喜歡 但有些位置他試的話 你做燈膽都不是一下子試到烏絲 都會笑的 所以我自己 因為第一次見到阿車 真個人 真的見到 就已經去到一個你們放映會 他們就好好的邀請了我去看 我有一件事 挺特別發現到的 就是 我那天也有跟你說 就是 在YouTube上看 那個Find Dining 和這個演員的自我修養 兩套都 在戲院看是不同的感覺 感官會放大了嗎 感官會放大了 然後 那個連貫性 譬如一次過看一個作品 到斬開它 又是另外一種看法 然後 那一天 就說了很多 我自己 會不會嘗試這些 會不會嘗試那些 不如嘗試一些 一些trend的東西 然後說了很多這些 我是很想繼續聊 那時候已經聊到十二點多 我很想繼續 不如下次 會不會有些東西 玩一下 合作一下 我是很看得出 他們一直 那個放映會 算是借票 我自己覺得 整班演員一起 多謝 多謝 大家有聊天 然後他們又好好 全部都聊到十二點多 然後我覺得 就是剛才所說的 那種學生 那種 很羨慕 因為那天 我本來也有份去 但我不見了人包 出席 哈哈 是啊 然後我很 我自己 因為自己做這個頻道的時候 我是很孤溫作詞 即是 即是 即是還沒認識方丈之前 我自己來 什麼都來 然後 我是很羨慕 你們有一個 組成這個團隊 然後 去 一起 去試 或者 看到一些 好的 想表達的 事情 整班又有很多想法 很多 你們是有一套 看這個世界 或者看這個地方的 一個角度 或者看這個 學業的角度 所以我覺得 幾 幾特別的 一次感受 上次那個放映會 我也想加少少看法 就是 因為剛才 Sam先生說到 可能電話 或者電視 或者 跟進去戲院 看不同 因為我最近看了一個 都叫你的同行 你有沒有看 Nerd Writer 的 Film Message 我最近看了一個 電視 他就說了 其實 戲院 還有一個 可能沒什麼人發現的魔力 除了音響好些 或者大家都很專注 那兩三個小時 就在戲院 或者一起共享 一件事 那件事 其實如果 以一個作品來計 戲院 還有一個 很少人發現的魔力 就是 Close Up 就是一個人的 帶頭 因為很多 這個就是關乎 演員的 delivery 因為很多 微表情 你不是放到 戲院 音樂那麼大 原來是看不到的 所以 我純粹想說這一點 其實是對的 為什麼 那些人說 把電視演員 放進一部戲裡 以前 十幾十年 電視演員 是做不到電影 因為被人抽情 因為你做電視的 跟電影不同 我們當時看的 四比三 那些四比三 大牛鬼電視 是很小 很模糊的 現在看回 他們那些 480p 看不到 看不到 後面 那個微表情 更加難看 接著到電影 又不同回計 所以 是的 其實 那個 表現力方面 其實 我想 阿葉應該再熟 你還有舞台劇 或者其他 我突然說 我的錄影馬上放進去 就是《Father》這部戲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就是Anthony Hopkins 做 因為 這個劇本 我之後再看才知道 原來 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厲害的編劇 基本上很多劇團 在歐洲去做 做親都獲獎 因為這個劇本真的很厲害 簡單來說 如果大家沒看過 就是 就是 他用一個 現在是否用老人痴癌 沒有所謂 就是 老人痴癌 失智症 回回來 是用失智症的 一個爸爸的視覺 去 開始這部戲 整個劇本 我看完一次 我看完之後 我看得很好看 就是 我們經常講 剛剛講的表現力 微表情 我們經常都會有種 articulation 就是 舉個例子 到底我看了你 才轉頭 還是 我轉頭之後 看你 或者回來看你 又或者 我是有幾快去看你 都會有不同 這些就是articulation 就是 好像是 喝杯水你拿起 喝 全部每一下都有一個步驟 你可以控制所有事情 而Anthony Hopkins 勁度勁在 他在所有 很短的 就算10秒給我 close-up 他都可以有 很強的dynamics articulation 而最厲害 是他已經入了血 即是 那樣東西 他不是要 設計 你覺得他沒有設計 那次睡醒過去做 就是 那樣B型才是最難 很 alive 他聽得很厲害 我之後很喜歡 他有看舞台劇 其中一位很厲害的舞台劇員 Mo Sir 毛俊輝老師 他做 我也覺得很好看 但我可能 我覺得這個劇本 真的比較適合電影 因為他很多 例如 那個鏡頭熟一下 又轉過去 飛去地的時候 又熟回來 又在另一個時空 加上Anthony Hopkins 實際太精彩了 這個國際級的影帝 所以看完之後 原來 close-up 的魔力 就是 你能夠 好像很近距離 跟那個人 很親密 很 intimate 去感受 他想表達什麼 他在經歷什麼 我覺得在舞台劇上 都會有一個限制 而這個劇本來說 原來電影的媒介 我心目中 是最好看的 沒有猜過 其實 這個是有少少像 阿葉之前 有早一兩個問題 回答到的 其實 為什麼電視演員 或者電視體 和戲院的分別是什麼 你看電視演員 或者電視劇的劇本 很多時候現在 因為創作問題 就會變成廣播劇 所有事情都用口去交代 用對白去交代 就會好像你所說的 好像紀錄片式 我現在拿起電話 先打給他 其實如果電影的話 就是你可以拿起電話 其實你已經知道 你要打給誰 即已經知道 你要打電話給人 我不用跟他說 我拿著電話打給人 不用這樣說 這個就是影像的重要性 拿影像去講故事 多過用對白來講故事 這個就是你剛才說微了情 因為我除了我說 我不會很生氣 其實他可以擠眉露眼 或者有少少樣樣子 嚴肅了 就已經表現了他那種憤怒出來 或者氣氛轉變 這個就是有coast up 你會給到即時的氣氛 那個節奏出來 你就可以跟到Follow 劇場就可能再需要多些形體 去補充那件事 所以電影、劇場和電視 對我來說 都是三個不同的表演每屆 可以加上網片 網片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再多些 他們究竟在戲劇上 或者演員的表演上 是怎樣處理會再特別一點 或者有別於其他 還有嘗試一下 接下來他們會有些作品 會在大人網 不過想不想到 就看看你們看片 那些人給不付錢 沒錯 因為我自己 因為這個 我深深印象 就是很多人會把 剛才那幾個網片電影、電視、 舞台劇 是四種不同的表現力 對於演員來說 我可以說的方式不一樣 對 或者四種方式 你會用不同方式去做 其實應該是這樣 我想說有一陣子很好笑 因為 例如你演完 Casting 我又不是可以 選擇 我不演這些 對我來說 有得演我也會去演 例如有一陣子 是舞台劇 還有 還有 鏡頭的戲 所以我的Casting 不斷間隔著 然後我的Casting 我發現 原來很辛苦 我調節到 為何會這樣說 例如 大家一般 你選舞台劇 就是要大 還有 要Energy 高 Energy 可能是身體的Energy 即是 如果我本身 在鏡頭前面 我可能這樣看一看 已經可以看了 或者已經有很多東西可以 鏡頭幫到我 但我在劇場 我不可以這樣看 觀眾不會理我 我一定要這樣看 聲線也是 聲線 咬字也是 我剛才說 我Casting 他們說 你可不可以咬字 不要咬得那麼字 正康糊 所以說話都有點執著 即是 其實你不用 你可以正常說話 不要太大力 但你正常說話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細節 一說就說 又很長氣 所以我不說太多 OK的 OK的 甚至 我覺得網片很有趣 我想特別說這件事 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沒有想 就是 表演狀態上 例如我最近看了很多不同舞台 可以說嗎 可以 可以 例如我最近經常看《善汗真》 我經常看《善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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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觀眾會覺得很有趣 但觀眾會覺得很有趣 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 例如你在電影的形式來說 你不能夠這樣 是吧 然後又或者 我又覺得不是 因為某程度上 某程度上 以往《善汗真》 《善汗真》 看到他們兩個出現 都還是很 是《善汗真》和《善汗真》 是否沒有效果呢 又不是 但他會突然間 令那件事抽走了 我覺得純粹 所以可能沒有導演會 可能如果阿修拍一部電影 是拍他們的 就已經會做到 所以 那種抽離 我就覺得 好事還是壞事呢 其實他們的 構造性已經是很好的 大家看到他做的那種 鑑鑑戒戒 或者不是很into那件事 但你又會很喜歡看 但其實對於導演和 演員說過 導演你對於這幾個方法 有沒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是 網片電視電影 不講舞台劇 網片電視電影 我覺得是越來越一致 向同一個方向 特別電視電影已經很模糊 因為Netflix HBO 串流這件事 將所謂劇集的東西 已經是 街市模糊化 已經變成電影 這樣拍了 網片的話 同時 我想網片就會 如果以香港的 那種 主流的網片來看 當然 即使 其實跟電影電視 當然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但是 我又看很多外國的YouTuber 都其實 將很多 短片已經拍到很高質 然後 電影感很重 所以 我想 大方向 都會 越來越模糊 純粹 過多幾年 純粹 你這個 影像的故事 需要 十分鐘 說完它 還是 一百二十分鐘 但是 其實 那個 口語 或者 演員的表演 其實都可能 會是 同一類型的東西 嗯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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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說到網片 電視劇 以及電影的界線開始模糊 現在十六比九 一周年 就開始想由網片 跳到百人網 接下來會有一個項目 一周年的計劃 我可以講解一下這個計劃呢 這個計劃就叫 賭破法蘭克 這個計劃幾個誘因 第一個是年初的時候 今年年初我們進入了一個叫做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 這樣的一件事 我們進入了一圍 其實它每年會在不同國家選一些project出來 就讓我們創作者去跟電影公司去做match making 看看會不會有合作的機會 或者找到資金等等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同時 十六比九都走了差不多一年 所以就希望會不會可以做到這個 好像走了一年 然後這個電影的project 看能不能成真 但是為什麼是眾籌這個方式呢 因為我們希望 因為眾籌某程度上 那個創作權是可以回到作者那裏 就是自主性最高 亦都是見到之前有堅尼地道散事件 其實它做第一個這樣走出來 給了很大的信心 我們去跟進 因為沒有它走出來 我們就看不到那麼多數據上的東西 甚至原來的reward是這樣 因為香港基本上是沒有劇情片 商業劇情片這樣做過 以往都是一些紀錄片的project 嘗試它這樣走 到它走出來 我們都會希望看看可不可以 這個是我們的first choice 如果可以這個方式做到的話 就會是香港第一套 如果我們失去也不要緊 希望有下一個走出來試 因為我們覺得這種去中心化的 可以分到一套戲 這個字很trendy 去中心化 是啊 總會有下一個好事 因為我自己看很多一些新導演的電影project 很多時候我們作為影評人看的時候 就會覺得它有很多框框 很多潛制著它的一些 無論是監製也好 電影公司也好 它都有很多限制 甚至劇本《改六鬼五十六》 未必是它原本想演繹出來的東西 為了商業而失去了一些 我自己覺得近年比較少的就是導演那種風格 自我風格 因為很多時候表現一個故事 不是一定要跟隨主流說故事的方式 或者既定的一些高潮起伏去做 因為我自己覺得電影就是你很多時候 你想去點角說故事 所以導演能夠說一個吸引人的故事 那樣東西已經是最好的表現手法 那你可以說一下你的故事 我自己覺得 我想補充一個問題 因為剛才你說很多不少導演 又或者新導演 會因為投資者或者監製為了商業而 需要作出一些改動 那個所謂商業 其實是投資者和監製眼中的商業 是 大多數都計算 其實他們所謂計算的商業 其實很明顯你看現在香港電影的票房 就是反映到其實他們的看法都不準確 沒錯 但是因為創作權他們都有份 而需要接受他們的不準確 而影響導演的創作權 其實是很不值得的事 可以講解一下故事 好 故事呢 《賭破犯人客戈》 其實是講四個年輕人 就是你們在Concept Video 看到有阿葉 有Yuki Elma 和Hannah 就通過一次社會服務令 聚集了這班都有犯過事的年輕人 而當中Hannah 就是他們的首領 他就站出來覺得 社會服務令 他們學不懂這個教訓 就是社會給他們的教訓 他們決定要自己走出來做世界 這樣就他們四個 form了這支叫法蘭克的小隊 就是專門打劫一些有錢的老屁股 而他們的故事一路走下去 他們是會捲入了 在打劫這班有錢人的時候 會捲入了一個富豪教會的洗黑錢陰謀 反而借打劫走入了這個上流社會 對 可否說一下為什麼是法蘭克 因為其實這個計劃我都不是第一天知道 知道了很久 是不是12月了 差不多 對 其實我經年累月地認識這個計劃 其實到現在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是法蘭克 法蘭克是 因為他們這班年輕人去打劫的時候 Hannah有一個能力就是他懂得特技化妝 他會幫這個團隊扮鬼扮馬 會做一些喬妝 那時候寫一個故事 這個團隊都需要一個名字 令我想起一套我很喜歡的電影 就是Catch Me If You Can 它是基於一個真實的騙子的個案 就是迪卡比奧的角色 他那個角色就是Franc 法蘭克 為什麼是這部電影呢 是因為有些位置可以記錄到 就是迪卡比奧的角色也是很年輕 然後在Catch Me If You Can 裡面也是會扮鬼扮馬 去做一些反罪或者偷牙拐騙 所以就拿了這個名字 剛剛說到就是用偷東西或者搶東西 或者騙案的走入上流社 那整個故事的Define Up 是會用一個怎樣的風格呢 即現在不穿大橋的情況 還是你會怎樣說這部電影 方彈搞笑還是怎樣的 有方彈成分 但如果是一個形容詞 我覺得是反叛 去形容這件事 即是這個故事 因為本身這班年輕人 他覺得首先社會服務令 對他們來說沒有用 然後不僅是他們 即是他們作出的行為 更加是社會來說絕對一個犯罪 但他們那個角度 他們覺得不是 是他們迫不得已的選擇 一個羅賓漢覺得自己也差不多 而這件事本身很反叛 而監製亦都很反叛 就是找你殘果 而我們想拍這件事的方式 即我們用眾籌 其實都某程度上是反叛 不是 因為這件事 你說到現在 故事大概是個狼 你不可以不用眾籌的方式去做 都是 因為我不喜歡用那三個字形容前輩 但前輩是不喜歡年輕人的 當你的劇本那麼頑皮 你跟他們說 兩個英俊子 兩個英俊女 為什麼要寫一個故事 他們是打壞 那麼頑皮 他們很難投資 他們喜歡聽話 他喜歡聽話 劇本那麼頑皮 就真的很難 很難叫他們 所以都是一定要用眾籌 都是 還有我覺得 其實特別是這幾年 是少有這類型的東西 可能都關於投資者的口味 現在其實編號一些是 社會 你看到城市很正面那一邊的戲 但是很多好的作品 例如《逐水漂流》 都是來自 比大家看到城市負面那一邊 因為我覺得同樣重要 我們這個風格 或者包裝的方式 就是有少少超現實的 如果你看concept video 色彩很強 然後是有少少近漫畫風格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眼中的香港 都可以很不同 我眼中 我希望會更換味 如果一般人拍打劫 他們就少比Pox 不過他們拍就不同 如果一般人拍打劫 硬硬是一定要絲襪頭套 你們都沒有絲襪頭套 這件事已經很不打劫 都要香港變演 好 演員 你接到劇本的時候 又是前提不要穿招 因為我想這集之後 如果大家反應好 看看會不會再直播 不要穿那麼多招 你接到這個角色 或者整個劇本 跟他們去接觸 去看 你覺得這個項目 還要跟你說 沒有錢 不知道拍不拍到 你自己怎樣看這個項目 我當時又真的沒有想過 它是否一個工作 而且我很興奮 因為我到現在都沒有拍過任何一套電影 他說這是一個電影的concept video 對我來說 我也覺得可以先試一下 所以在考慮上 反而不是在想 都不知道是怎樣做不做好 而是 其實最初一開始 知道那個故事 是關於四個年輕人去打劫 組成一個道士兵 其實我第一次想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打劫呢 還有還有 你很乖 是吧 我也想問 到底我們這幾個人 還要聚在一起 大家永遠都打劫了一個原因 你窮也好 或者你對一些事情不滿也好 到底這個故事是想說什麼呢 是否因為沒有錢所以去打劫 如果沒有錢去打劫 不需要搞得這麼複雜 我可以 你不覺得有錢人都會打劫 不過他就是微目張淡一點 對 他是合法打劫 合法打劫 包裝得比較漂亮 然後我反而想 到底這幾個年輕人聚在一起 到底我們是做這件事為了什麼目的 然後開始慢慢去 其實都是一直在拍攝的時候 然後大家會 演員之間一起聊一下 到底這件事是想說什麼的故事呢 到底我們在裡面 角色在經歷什麼 他在追求什麼結果呢 因為他的角色會說是 其實是 港世代之陣 上一代 所以這樣就 因為可能他們 他們得到了財富 他們已經去到收成期了 對 他們已經去到收成期了 而不到他們選擇的時候 他們作出一些行為 上一代會覺得是錯 但是 年輕的一代會覺得是唯一的出路 而 我自己看 香港也有氣 或者是說 世代之爭 但是很多時候的角度 就是由前輩角度去看 當然是一些好心的前輩 就是 需要拯救年輕人 就是不要放棄年輕人 都可能會聽 做的一條跑道 對 他們說過 但是這絕對是 年輕人的角度去看 因為講世代之爭 其實就很欺負 很欺負劇本 你剛才講很多 以前講世代之爭 硬是不知為什麼 世代之爭 可能是做生意上面 就是做同一種生意 但別人用一些 新的方法去做世代之爭 但這個其實我覺得 這個不是世代之爭 只不過是新舊牌子之爭 這個不是世代 我做過雲吞麵 你正在賣15元碗 我想過方式買30元碗 這些是世代之爭 不同市場的意思 所以這次你用一些 挑出框框一點 無緣無故要想到 用犯罪的方式去挑戰 那個世代 其實都挺過癮的 如果一開始的前設 都挺換味 我自己第一次聽這個項目 我是覺得挺新鮮的 因為我搞這個頻道 搞了四年 差不多四年了 我發覺我看的港產片 就像阿車剛才所說的 他是很同一個看法 同一個角度去看這個社會的事 無論他是想輔助窮人 無論是想幫助一些情緒有問題 或者有一些情緒病 腦裡面有病 或者怎樣的人 少數 少眾 或者性小眾 同性戀 也好 以前 再數多上十年左右的戲 大部分都是我們要關懷他們 親吻他們 他們的聲音都是應該被聽見的 我很少看到有作品 是會真的向那一班人去出發 如果要拿例子 就是俗水和麥路人的分別 這個就是角度問題 由上而下網 由下而上網 還是我們真的可以用一個水平的角度去看 即是那個族群 是的 所以我是很覺得 現在的導演被人欠制 其實我覺得很不值 因為他們肯定有話想說 但是無論是環境好 無論是政治好 無論是投資者 其實基本上投資者的部分 都已經是那種修成期的人 你是很難在他們身上拿到什麼資源去做到什麼 即是做到一些作品出來 無論是劇集好 電影好 甚至乎網片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網片的自由度比較大 就是我們很有自主權 就變成我們可以控制整件事 所以你一開始這個想法 我想搞一個電影中籌的時候 我是 有 應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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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件事是需要行 而再聽完你的故事 覺得是反叛 如果這種反叛的話 行中籌 我覺得算是它最合適的道路 而大家 我覺得 想看一些真的不同面向的東西 其實眾籌這件事就沒有了 一定要支持 老實地說 因為如果有看得久 我的影片的觀眾 我想都知道 就是 我很怕看一些 很離地的角度去看 他們寫的故事 就算想表現年輕也好 不知道為什麼 某些年輕的角色 永遠都是 魯莽衝動 你現在大台拍的 那些什麼警察劇 都是這樣 吳卓熙永遠都是魯莽衝動 拍了二十年 到四十幾五十歲 都還是魯莽衝動 你是不明白的 即是韓戰後面衝出來的吳儀坤 是的 對此 因為大台來說 他是年輕人 是的 對此 所以那件事是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是在表現 我想之前 可能很多直播 或者訪問導演的時候 都有說過 現在新的一陣子 正在來的 但是 有沒有一個相應 譬如行業 資金 或者觀眾 有沒有相應的支持 給這班 正在上來的那一場 就是 現在是這個時機 是在轉變的時機 我想說一點點 其實剛才還沒在說 知道這個故事之後 是怎樣想的 其實我最初是想到 發條橙的 有 有 我一開始看第一條concept video 就是我有那個感覺 因為你剛才說起 由下而上 即是我又這樣說 即是我經常覺得 例如在我自己理解的角度 很多人都會覺得 年輕人 我們這樣做 我們是不是說 自己完全適合呢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不是 但我覺得發條橙一樣 我自己都會覺得 你這樣做 有些事我們看上去覺得不對 或者是不好的 或者打結 擺明一件不合法的事 但裏面在看的就是 到底在那個年代裏面 那些年輕人 為什麼 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反而裏面是 為什麼他們有這些行動 為什麼要去到一個 這麼極度的程度 最後他受到這些懲罰 對 他真的很慘 他最後變成這樣 那又是什麼引致到 最後到一個這麼壞的結果呢 那我其實在想 當然 其實我都沒看過完整 全的劇本 但是 初初想就是 會不會其實這班人去打劫 他可能最後經歷的結果 可能是不好的 可能是很差的 但最後為什麼會令到他們 就是要選擇打劫這個方式 去表達他這些所謂的不滿 為什麼他要用這個角度去看 為什麼他覺得打劫才是 唯一的手段可以達成到他覺得 我要表達到我想說 我不喜歡你們這些上階層的人 這個行為背後 我覺得整個戲 深刻對我來說 其實是在尋找這件事 到底為什麼你們要這樣想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做 你做完經歷了這些結果 如果是好就好就好 是什麼原因引致的呢 我覺得這個是那個故事 其中一個我理解是 很想探討的東西 深刻我覺得和發條橙 有一點相似 以我的理解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想法 我想舉多一個例 就是 一個我很喜歡的導演 塔倫天露 他在一個講 Jango Unchained這部戲的訪問 就是黑殺 就是 Jamie Foxx 飾演 Django 他去復仇的故事 他那個訪問就說 Jango 就是一個黑奴 之後就解放了變成一個free man 他有一個位置是見回自己的仇家 他就整身藍色那一幕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然後他手中有條片 他已經是一個free man 他就對著他那個白人仇家 一般來說 黑人racism這部戲 可能是取向於 Green Book 即是很大愛 或者Termuse a slave 很同情黑人 但是那些寫法 塔倫天露就說 難道這一刻我需要寫一個場口 是他們兩個抱著 Jango 我原諒你這位白人 我們以和平地相處下去 塔倫天露說不是 她說拿著皮邊 當然是feed他 feed死他 即是復仇故事 我覺得賭破白人黑的角度就是這樣 如果這樣解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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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很常規 無緣無緣無故要用刀子 是要對你小染 不用的 我可以走過來刮你一巴掌都可以 這些drama上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相對上小scale 沒有那麼多市場計算的電影 是需要有這些換味 而且剛才一直在說錢 又說回你們的眾籌前人 Ronnie 即是和Ronnie做了港產道徒 我也是有吸煙 大家要留意一下 但乎是錢的我就會吸煙 即是和Ronnie拍攝的時候 港產道徒的時候 我們有一段時間 就是出去吸煙 是他不吸煙的 不知道他隨便不說 即是吸煙的時候談 其實就是大家所說的 他就說 我可以和不行都好 我走了出來 萬一我可以 那我就開戲 萬一我不行 那就是前人中暑後人性 即是 再血淋淋的音量就是 後人有機會踩著自己的屍體向前走 其實現在香港的電影行 就是 我不可以說投資者錯的 即是他有計算 我不可以說他錯 因為他真的是真金白銀出來 是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 其實Ronnie那條港產道徒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聽回 有一個差不多的觀點的時候 開始要扭轉那個想法 就是 現在仍然是否投資者 去想消費者 或者觀眾想看些什麼 還有 我覺得包括Ronnie 包括友台師當真 是要有多一些所謂不聽話的人 但是這個不聽話是鋒儀 我覺得我們也是 因為聽話的大把 即是 舉手的 在大台上找個人都會聽話 但是不聽話才可以做到一個動作 即是Ronnie第一個出來不聽話 好了,我們夠膽不聽話 因為看到Ronnie不聽話 如果我們太壞了 那就會有下一個不聽話 我覺得很多好東西都是不聽話 因為我覺得 開始要扭轉的改變就是 觀眾其實你是有權去選擇 你想看些什麼 你期待些什麼 其實因為所有改變都是 你不能夠要求 舊友制度 去給予一個新的改變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不聽話的人 走出來 去打破了舊友制度 然後給投資者看到 原來是 這類型的電影 或者這種沒有那麼多計算的電影 原來都行動過 是有人埋單的 這樣才會促成到整個行業的轉變 因為剛剛你說到這個點就對了 我覺得就是 現在網片的Marketing方面 都已經有很大的轉變 同以前 以前你會見到所有牌子 都會找電視台的藝員 或者一些演員去買廣告 現在你會全部都見到 是小薯茄啊 士浪真啊 他們 我會發覺是 慢慢動的 整件事 就是 推動到一點點了 連 士浪真搞狗剪的show 可以這樣玩 爆了牆 那繼續下去 下一步繼續要 要推整個東西去了 那大家 每一個channel 我都覺得 他們現在試著很多不同的東西 無論我見JFFT搞了一個新光戲院 我都很感動 就是 那件事 是 我們終於好像有些力量去 去 改變成一個 舊有的一個架構 所以我是很 很欣喜會見到這件事發生 講開就是 剛才這個電影眾籌計劃 對於我來說 我也是很新的 就是 我Ronnie 那時候他給我 不同的層次 我 不同的預算 我都 嗯嗯 那 到最後 就是我 很難拍照到最後是怎樣 好 到他那個 過了 完結了 失敗了之後 你們去怎樣去 定立 一些 這個project 我的target 應該是 去到多少 還是 不同的tier 會有些什麼 因為我都很想 因為我自己 還在深大深細 我就在想 我加入哪個tier 我過了 我沒有 我想你解 解決一下 即是實際一點 實際一點 因為始終都是一個 眾籌的計劃 我們就用Kicksata這個平台 Kicksata 只可以容許 最高是 七萬五千元 那七萬 例如最高的 你就當然可以 本身 我們會有T-shirt 會有DVD 會有一張網上串流的門票 會有一個神秘的禮物盒 那以外呢 就是有幾樣很實體 你會收到的東西以外 亦都會有些是experience的東西 就是好像 你會 我記得是 如果你是 你首先可以成為 會在大音樂出credit 看到出品人之一 你亦都會來片場探班 然後在前期準備的時候 我亦都會跟各位出品人 一起聊一次 我亦都不敢 我亦都不敢 我亦都會邀請演員 但我亦都希望可以邀請演員 但主要就是我和大家一起 有個劇本的研討 那就是最高T-R 一路大概有九個 我沒有記錯 八至十個 大包頭盔 很有趣的 T-R的名字 大家記住上面 是啊 都花了一點心思 因為我們這套是 叫做 是一個 heist movie 即是倒冊電影的 這類型 所以我們跟T-R都是用 不同的倒冊電影的 片名 我當中就很喜歡 文雀 因為文雀 我還要吃完 但是它是有個early birth的discount 是啊 現在好像還有位 那個就是 200元就會是文雀 有個early birthdiscount 就是一頭一千位 可以是160元 做到文雀 是啊 所以詳情可以看回 我們那個眾籌 Kicksata campaign 那個網站 這樣就可以看到 不同的tier 就有些什麼reward 那就是有160元 就去到七萬五千元不等 這樣 封劍遊人 是的 封劍遊人 即是可以根據自己的購買力 如果你是富二代 不介意你一炮 丟進去 不是啊 開多幾個 絕對不介意 即是 消費券 那你買了些東西就 太害怕了 有時候你會買錯了很多東西 但是如果你說 你因為消費券 而多了自己少少消費力 這樣買一套戲 你想想 不是買一套戲 買個希望 買個夢想 買個夢想 這個又好像虛了那些 我是偏向那些 用一些字要 虛一點的 對 我就是很實際 我覺得就是 我永遠 因為我很喜歡 到那些人 不過不是鼓勵大家賭博 即是我很喜歡那些 我談過很多次 就是我都說 我很喜歡UnderDog 即是我很喜歡 期待UnderDog爆發 然後 踢回話事權的感覺 我覺得 很開心 那件事有一點 以下克尚那種成功感 反本 這一台都是反本 哈哈 頑皮了三十幾年 哈哈 即是由Ronnie那部戲 到你現在這部戲 我都是一直想盡少少少勉力 就是那種 為什麼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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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拍戲 一定要敲老闆門 即是大家如果 即是我聽很多人 有時候可能大家不同 直播 說很想看到哪部戲 很想看到哪部戲 其實現在眾籌這個方式 就是給大家一個渠道 讓大家去看到 大家想看的東西 即是這個是眾籌 我覺得最美妙的一件事 即是你買完 你的Tier 即是 哪怕你不是入現場 你都會有網上 Streaming 的機會 然後你就可以跟你身邊的朋友說 我這部戲 我有份投資 整件事多超級 有份投資 打開這部戲 神經病 以前是不敢想像的 但是自從有眾籌這些平台之後 你又得而且確 一般觀眾都可以有這種參與程度 我想說一下 因為我認真問了一些朋友 他們會發問 我支持了你 那我也會認真問了 其實為什麼呢 之後我們在那裡談 他們會說一件事 就是很多時候 為什麼他們會支持我們 或者為什麼要用眾籌 就是因為現在的市場 其實不完全是觀眾控制的 我意思是你不是說 我想要這件事 市場最後會提供這件事 現在在電影的工業市場上 其實是有一些所謂 大家覺得賣座 或者這樣才是好的標準 我自己 他們其實跟我說 他們覺得這樣支持 就是多與少 這些是心意的問題 其實是 是 somehow 覺得是 買一種 希望可以改變的 power 我其實覺得做這件事 somehow 都是這樣 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 做一些現在沒有 或者不一樣的事情 不能夠保證 最後是 是不是一件很精彩 或者很厲害的事 但是我們想嘗試做一些 不同的事情 我覺得 起碼旅途 大家如果一起經歷 一定是精彩的 結果是怎樣 就 夠錢才說 我覺得這一刻去想 結果是怎樣 沒什麼意思 因為大家都未夠多人 在旅遊巴道去經歷過旅程 所以如果 就算 你覺得 不適合看的故事 看完Concept Video 沒有興趣 也不要緊 可以分享給你身邊的人 會有興趣 分享這件事 是啊 因為 我自己也是這樣 覺得 這個Project 你就算 買了 比如網上 買了一個 當支持了 但是 其實你影響 可能影響到十個朋友 是可以留意到 這件事件發生 或者 他們都有更加多的興趣 或者你那個很有錢的朋友 他想一夜 貨湊七萬多下去 就是那個人 就是欠那個人的時候 就是這樣critical 就是你那個share的問題 就是你不share 你就 哎 就是欠那七萬五 到最後就是blame on you 我最喜歡罵觀眾 認真 因為我覺得不是大家 給多少錢的問題 給多少錢 其實我覺得最後 可能我不是你們的Project 裏面的人 但是我覺得 心意是一樣的 是 因為他也是 他也是 他才會願意 給那個份額出來 是的 是的 無論是少還是多 我一直在掙扎 這個Tier好像太貴了 我老婆被殺死了 這個Tier OK 但又好像 應該給多些 Fan底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 有些是誤解的 其實就是 以為眾籌 就是大家 給完錢才做事 但其實你會留意到 不同人的眾籌 其實他 預先要準備很多 東西 你想想他 12月跟我講 一路苦惱 找些人 找些友台 然後又 拿出很多東西 現在還要做訪問 對 日夜陪我Fight Up 是的 就是 預司要準備很多東西 去說服 或者 要 去傳遞他的訊息 給大家 其實就是 剛才我們開始說 其實 時間都是成功的 嗯 我想補充 就是 12月準備的時候 然後 現在 其實 去到 現在 4月 5月了 那 我發 就是我自己 經歷了幾個月準備 這件事 就 我之前都出了一個IG post 講過 就是 可能因為 我們 所有這些頻道 都 都是 走一套 沒有大台的東西 所以 大家都很 仗義幫忙 兩協拆刀 這個就是做大個餅的分別 大家都想做大個餅 因為 我在電視台 是見不到這件事 其實 他們那些叫山頭主義 是的 他們現在新聞很多 很棒的一件事 就是 我跟其他頻道講 有這件事 大家就會出來幫 這件事 本身已經很有眾籌的 spirit 是的 所以 是感動的 這件事 是 如果能夠再 如果能夠再 我 我很希望這件事 是能夠成功 而且發生 而且 改變到少許 事情 改變是很困難的 就是我見很多頻道 是 一改少許 就是無論是網片好 還是什麼好 一改變自己少許 慣常的片 的 方法 或者 試一些新的東西的時候 就很多人會 馬叉 跳到地底 那 我是覺得這種事 沒有辦法 我記得我剛剛認識你 到12月再談這件事 我兩次都有跟她說 唉 沒有啦 我們是要慢慢 死頂頂下去 她有想過 受到比較 要受到比較 我那時候被生氣 哇 我也頂了四年 你一起頂硬上 什麼都好 我就說 是要有些人一起跟你頂硬上 那件事 最好 如果我自己一個頂頂完 然後 可能沒有什麼其他人 去給我鼓勵我 我完全 我不會做下去 這樣虧錢 是 燒錢 不是虧錢 是燒錢 我今天拍這天的訪問 在紅日 我出來的時候 我很問自己 為什麼要今天出來 但是沒有辦法 香港你要說 搞本土文化 搞電影 就必須要是 賣乾 我經常都說 燃燒自己 燃燒自己 所以 我現在燃燒自己 都是想大家 按進Kickstarter的連結 隨緣落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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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件事都想了解一下 就是 陳果做監製 找你 他是你導演科的老師 是 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事情發生 因為我們 趕山道讀的時候 我已經訪問過陳果 嗯 我覺得陳果 陳果也頑皮 頑皮 頑皮 一來頑皮 二來他都很有 vision 我覺得 有的 有的 但我想 他合作有沒有一些事情可以分享 我想我可能是他最反叛的學生 我懷疑 是 因為很多 我又說回 沒有所謂 我跟他這些 我們有一次做訪問 就是 這件事 我們有一個 觀點上 有一個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 但大家都會很堅持自己的看法 那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 我說 我說 一個導演 拍一件很年輕的青春片的時候 大部份導演都需要在他年輕的時候做 好像 Xavier Dolan 等等 才會好看的 那件事 陳果就完全 disagree 但我是說 當然 厲害的導演是會做到的 就是 好像 那個 好像是 意大利導演都拍到 Call Me By Your Name 但是 他就是跟我持相反意見 但是 我們是會 大家都爭持不雅大 大家都沒有所謂 就是 大家都會 respect 大家的觀點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趣 我跟他合作就是 很多這些事情 因為 這個劇本 其實2019年的時候 就是 我想跟他去報這個首部劇情 那時候就落選了 但是 報首部劇情之前 經歷了三四個月 我每個星期都會去他的studio 改劇本 或者聊過劇本 但是 很多這些大家都 爭持不懈的事情 特別我覺得這件事是說世袋之爭的時候 其實很Ironic 因為我跟他都很多 都很世袋之爭 都很多意見不合的事情 但是 其實 本身 我覺得這個故事 不可能不是找他做監製的 因為 其實 他出來的作品 香港製造 本身都是一件很反叛的事 他自己堅持 他仍然是很反叛的 他仍然是很反叛的 如果是有一個導演 不是 講完演員 四位主角 你開頭寫的時候 因為有些導演會寫一下 這個角色是誰做的 你是不是這個角色 會不會為了已經有演員 然後去度身訂做的角色 還是 這個是 這個又很有趣的 我寫的時候 是 不認識 這四個任何一位 亦都沒有一個圖片 其實我很小為 我很多都是 因為十六比九的模式 就是很多時候 知道這個劇 會跟小玲合作 所以就小玲 而寫一個角色出來 而這件事 在我自己寫的東西 特別地不是 也是 然後到寫出來 其實就是跟回她本身的 人物性格 來再找那個演員 特別是經歷了這麼久 有認識到一些演員 就是一九年到現在都三年 其實Hannah 是最早知道 想找她 因為 你如果要在年輕的女演員 找一個 反叛的 face 其實都不是很多個選擇 我只想到她 最重要是Boss Cup Boss Cup Boss Cup 然後慢慢進入 那些都是 因為本身她的角色 都自己寫了兩個形容詞 例如阿葉 我要找一個傻氣的人 就找到阿葉 例如Yuki 那個形容詞 就是公子哥兒 我覺得她很有這件事 那就找到Yuki Alma 我想找一個性感的 然後 母眉 苦眉 苦眉 而那個是跟Alma 先談了一段 因為 跟以往我所寫出來的Alma 是很不同的 是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我看了一張海報 我看了很多次 我才認到那個是Alma 是嗎 其實是好事 就是轉型 轉到她的形象 是 我是認同你 你找 因為我 如果寫苦眉 我是想也不會想到Alma 是嗎 但我覺得這個是挺好的一個選擇 紀生師 OK Alma盲粉 這樣就拼了你 國二軍 軍隊的軍 阿葉認不認同自己的傻氣 我覺得 其實看什麼 例如我現在這樣 很少會把框麵拿出來給大家看 是 例如我在朋友面前 或者我真的很熟 或者我現在不覺得自己在做一個訪問 或者什麼 我就真的可以很kai 我覺得 很kai 這個字也很kai 不要緊 不要緊 其實是將那一面嘗試去擺出來 我想說 大家已經預期 有時總會對你那個人有一些 expectation 我其實都不知道他們怎樣看我 即是覺得我在你心目中是一個什麼的人 我知道我對他做 原來我是這樣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覺得 因為他剛才說到就是劇本 那四個角色 你會有不同 而這四個角色 其實你要告訴我 他們是一個犯罪集團 劇組成 其實是很難想像的 而這件事就是好玩的地方 為什麼這四個角色 除了你說他做社會服務令 我相對來說香港的社會服務令 這裏很白癡 社會服務令 你看你很有經驗 我沒有試過 我也是聽朋友說 這四個人為何會頑皮 去做這個犯罪集團 那大家如果要知道是怎樣的話 因為其實我覺得是好事 你不知道整個劇本是怎樣 因為現在就是迫全世界說 現在連演員都不知道 因為如果不開整部電影的話 劇本就不需要知道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 究竟為什麼Elma要穿得這麼性感 Hana要說話說到經常都要冷笑 大家要想知道就要課金 因為這些就是叫做行動 不斷地向別人提醒大家 付錢 那次你上來十六比九 我們一起談的時候 我都說過 我覺得可以相信一下 不想說到這麼好 很大礙 但是我只是說小一點 那件事就是 我覺得其中一個好玩之處 也都是有少少反叛成分 就是因為如果你看十六比九 那些事情 很多都是跳出了 演員typecasting 這件事 那今次Elma就絕對是 因為你看到 他包括十六比九 或者今次的演出 其實我相信其他 例如劇情或者MV的演出 都比較少 劇情MV的演出 在外面那些比較多 你會看到是 憂鬱、哭、文青版本的Elma 我覺得Hannah這個有趣的位置是 她的typecasting 擺在其他外面的人拍她很多時候 都會是高冷、文青或者暗黑少女 那我覺得今次她的角色好玩就是 我拿了她這些element 但是就擺在她 是一個完全 可能接近漫畫風格 或者真的 換美厲害很多的世界 然後她是要做一個 劫富小隊的首領 那這些種種元素其實都 我覺得 其實整件事 就是《賭破反黑》這件事 應該都幾 值得大家期待 還有應該幾難找到 坊間其他東西 就是香港的其他東西 是這樣 因為你說開我記得 你上次是說 某一些電影都還是很… 我要搞笑 所以就找這位演員 然後那位演員就做了十年 都好像在做同一件事 然後譬如那個年輕人 不知道為什麼要找個三十多歲的人做 就是三十到尾的人做年輕人 還回到中學 是的 那件事是 香港很多casting方面 是有一個很根本性的問題 正常來說 一個演員去到五十幾 其實是要做人爸爸的 就是真的 無論你多英俊也好 你都不要覺得你自己是… 起碼不要讀中學先 不要考DSE 又或者不要是那些 扮剛剛出頭 然後很網狀那種 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那種casting方面 生意 故事方面也有很有新鮮感 不是以前那種類型片 或者描繪出來的世界都… 是的 很 outstanding 我自己看完那個trailer Count of Trailer 我自己都覺得很… 很想看那個世界觀裡面 這班年輕人發生什麼事 這個是我對這個project 很大的一個期望 因為我經常都說 有時候拍得太真實 剛才阿葉都有說過 拍得太真實 有時候那個電影世界 那個… 你那個幻想空間 沒有fantasy 換味 fantasy的感覺都少 不是說那些不好 不過我覺得是… 要有個diversity 是的 要多東西選 香港就是太少選擇 我本來略讓香港有更多選擇 好 是的 可以選擇老闆 大家記住的Kickstarter 是的 支持16比9這個賭破法蘭克的廠牌計劃 自己不對 自己經濟上未必支持到的 分享給朋友 沒錯 這條影片亦都分享給朋友 好 今集的港產道獨 第十集就來到這裡 很多謝車阿葉 多謝方丈 記得要subscribe16比9 like這條影片 comment 有什麼意見 照在下面留言 我會叫阿車過來看 是 一定會 這個project 希望有大家的支持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for了 大家一定要for 拜拜 1 2 2 3 3 4